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论经,我是老潘 由于这次的视频时间比较长 我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刚才说的是上半部分 这个说的就是下半部分 然后我会把这两个视频一起贴上去 首先我再重新说一遍 如果你要赚大钱 好好的回去看这个video 然后现在我要说一下 一个赚小钱的办法 就是什么样是赚小钱的办法呢 我跟大家说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dot 那我们怎么赚小钱呢 就是看这个图 我们怎么赚小钱 赚小钱的办法 你可以在这画一下 先画一下这个rsi 你要在rsi上画图如果再太小了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放大 放大了以后呢 连细他的最高点 然后呢 往下拉一下 一般来说你要选择那些接触点非常多的点 是吧你也可以拉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拉到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看得到它是有一个接触点 两个接触点突破了以后呢 回来回测这一条线 是吧 你也可以往他这边拉 这样拉了以后 你看这现在有一个接触点 两个接触点 三个接触点 第四个接触点 然后突破 是吧 那我们怎么样赚钱呢 同样的你可以在这个价格上 拉一条线 拉一条线过来 拉过来以后你也看得到 这条线反映的是价格上的那个下降曲线 这条线反映的是rsi的下降曲线 那我说过了 这条下降曲线就像一条磁铁一样 当rsi离这条下降曲线太远的时候呢 它就会不断的靠近这条趋势线 一直到突破为止 那样的话 你在价格上就会看得出来 价格也会一直的不断的靠近这条趋势线 一直到突破为止 而rsi最有用的地方呢 就是它很有可能 当你看到它碰触了这条线两到三次以后 很有可能它就会近期破掉这条下降的趋势线 那样的话我们在什么地方买呢 一般来说 当它碰触了一到两次以后 当它再次远离的时候 你就在它远离的时候 开始买入 这是我的做法 就是在碰触了一次两次 然后呢 它再往下掉离开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个地方 类似这个地方买入 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三四块钱的时候 我就会买入 买入了以后呢 我就坐得不动了 我就等 一直等到它突破为止 突破为止了以后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吧 之所以说这是个赚小钱的办法 就是当然突破了以后 你就可以卖 为什么突破了以后就可以卖呢 因为这是一个 我先说一下我投资的那个钱是吧 我投资的钱有一部分是长期投资的 像优你像那种 这个两个模式里面 一般来说我的大钱 就是放在这两个模式里面 但我看出来这两个模式以后 我就会在底部 不断的长期的买 然后呢长期的握着 一直到它爆发 涨到很高的地方 我再把它卖掉 我大部分的钱是在那里面 但是有一些很小部分的钱是由资 是吧 可能也就个千把块钱 甚至有时候只有几百块钱 是吧 那些钱呢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很快的让你赚到一些更小的钱 比如说你几百块钱放进去 你一天 可能就在几天之内 当它爆发冲过这条冲破这条线了以后 你马上把它卖掉 你可以赚多少呢 从这个上面 比如说我 假设我是在这个地方买的是吧 但是现在这样的也有15%是吧 我可能甚至不赚的15% 我可能只赚10% 我就把它卖掉了 这只是个拿来炒的 所以说这是个赚小钱的办法 是吧 当你看到再说一次 当你看到下降趋势线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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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一次两次之后 当然再次远离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入 另外一个例子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特斯拉 是吧 这特斯拉在日线上的图 它有RSI有个下降趋势线 然后碰碰了多少次 一次 两次 而它再次远离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布局了 是吧 那我之前说过了 我买的时候大概是在600块钱左右 大概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位置 就是它已经离30块 这个RSI已经达到接近30这个地方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我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买的 而你看它碰碰碰了一次 两次还碰碰碰三次 是吧 一般来说呢 我会在碰碰了两次了之后 我就会开始买入 是吧 你可以不用买那么多 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往下买 它碰出了一次 它可能还会再上来 再碰一次接触线 又就继续往下掉 是吧 所以说你不要一次性 把你所有仓位都用完 它比如说它掉了下来这个地方 你可以买四分之一 然后才往上走了一走 还没有突破 是吧 然后就往下掉 你又可以买剩下的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是吧 之后还会被继续往下掉呢 那你再买四分之一 就是这样一直买 一直到它突破这个地方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卖掉 这是一个赚小钱的方式 是吧 然后顺便我再说一下这个特斯拉现在的情况 特斯拉呢 它正在试图形成一个inverse head and shoulder 是吧 然后它有一条紧线 在这个位置 如果它能够突破这条紧线向上走的话 它的价格目标是在 大概在它的高点 在800多块 是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再突破到700多块 到这个压力位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接触点 所以它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压力位 所以我有可能会再突破 它如果它突破的话 是吧 我可能会在780多块的时候 我卖掉一些 剩下的话 我就会让它继续往上 它爱爱往上走就往上走 是吧 不往上走的话 我可能会长期拿着 那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如果下个星期 它没有能够冲破这条紧线向上走 而是往下掉 往下掉以后 比这个低 创造一个比这个的低点还要低的点的话 那可能它最近呢 还会在 继续在低点震荡是吧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 买入的点 因为这里是它之后的 之前的这个支撑位 是吧 就是这个部分是它的支撑位 从400多到500多 这个地方是它的支撑位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的地方 所以如果它下个星期继续往下掉 这个地方呢 我手上已经有些600多块买了 我还会在500多块跟400多块 再继续加仓 这是我对目前对特斯拉的看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最近美国发钱了 算每个人1400 那有很多人呢 就开始进来 股票市场进来开买的 是吧 所以说近期内呢 有可能他们这个股票会继续往上涨 但是也不好说 是吧 因为现在 因为金融市场在动荡 是吧 美债收益率 这个非常不稳定 所以说 很难说下周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呢 这是我对这个特斯拉目前的两个预测 是吧 向下掉的话 我会怎么做 向上走的话呢 我又会怎么做 是吧 跟大家说一下 那下来我们来继续说这个赚小钱的办法 是吧 刚才说了一下这个 DOT 然后呢 又说了特斯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RV CRV 也是我重仓的一个DeFi项目 是吧 那如果是我们要拿来赚小钱的办法怎么赚呢 你可以在它的顶方顶方顶部这个地方画一条趋势线 它在这价格上有一个接触点 两个接触点 三个接触点 四个接触点 是吧 这是一条比较比较合理的下降趋势线 然后呢 我们再在它的那个RSI上画一条下降趋势线 好 它只有两个接触点 是吧 最下面那个有三个接触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这是第三个 那一般来说 我们要怎么看呢 那一般来说 我是要等待它有两个接触点的时候 在往 在离开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我在开始买的是吧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RSI呢 在日线上已经达到30多了 这已经是非常低的位置了 是吧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 我会在 它已经接近RSI已经接近30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买入 所以说 一般来说可能会在大概这个2块1左右这个地方 开始买入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RSI突破了 RSI突破了以后呢 价格并没有突破是吧 然后呢 价格又往下掉 这个呢 相当于它回来回测 这个地方 这个RSI回来回测 然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震荡 那我们既然是在2块1这个地方买的 你可以慢慢的等待是吧 价格还没有突破 RSI 却提前突破 这是一个价格即将突破的信号 所以说 你如果是在这个RSI在30多左右买的 那就可以拿在手上慢慢的等待 一直等待到它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为止 等待的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 然后呢 那 像现在 它已经现在走了多少 多少 比如说你是从 像我这样 我是从2块1开始买的话 它大概已经走了40% 是吧 那它一突破突破个百分之 这样涨20% 你就可以卖了 这就是拿来赚小钱的办法 是吧 先看这个RSI 有时候呢 RSI会比价格率先突破它的下降趋势线 这是非常好的买入信号 是吧 那这个办法呢 就是 一个 画这个用两条线 让你赚小钱的办法 所以一条是RSI的线 一条是价格上的曲线 价格上的线 是吧 两条线就可以让你赚到小钱 如果你要赚大钱的话 我再说一次 回去好好看一下这个video 那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就是两个还没有爆发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有个叫graph 我看这有没有 grt usdt 好 这个是graph off 我先连一下它的这个点 这个点一开始你可以这么连是吧 但是呢 它这个RSI毕竟还是离还是比较远的 离RSI还是48左右 所以说 当它出来 向上走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又往下来回测这条线 现在呢 它会出现一个 看看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连 这样连的话呢 这两上面这两个实际上是两个接触点 是吧 然后呢 这有第三个接触点 第四个接触点 冲上去了以后呢 现在它又回来这个地方 回测相当于回测这条线 是吧 到那现在呢 它实际上这个地方形成了一条新的下降曲线 形成这样下降曲线以后 你要仔细看一下它的价格 是吧 价格的话呢 这是接触一次两次三次 现在第四次 它第四次正在接触这个点 还没有突破 价格没有突破 但是它的RSI已经开始突破了 那我是在什么地方买了呢 我是在它 这个RSI非常非常接近这条趋势线的时候买的 就是在大概 1块7毛9这个地方买 现在就涨了一点 它没有突破 我在等它突破 它一旦突破 我可能就会在它这个 接近2块多的时候这个地方卖掉 是吧 我的预计的可能性 可能会涨10%到15%这个地方 我会在这个地方卖掉 这就是RSI会先于价格突破 我认为它在下面几天之内 有可能会在今天 就突破这条价格下降曲线 是吧 它时间长的话 可能会在一个星期之内突破 但是向上突破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是吧 有时候你画这条线 这种方法你还不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时候这个RSI突破了以后 它回来回测这条趋势线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价格呢 会在这往下掉 然后重新再回来这个地方再往上涨 是吧 那样的话呢 我会在这个地方加仓 就是在它再次远离这条下降曲线的时候 我会在这个地方加仓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它回测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是吧 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在这已经有了二分之一的仓位 是吧 如果它之后再往下掉的话呢 我还会再放另外二分之一的仓位 然后等它突破了以后 我会一次性把这些所有的仓位都卖掉 是吧 这是个赚小钱的办法 两条 两条线 让你赚小钱的办法 另外还有一个 说一下这个以太坊 好 以太坊 这条趋势线非常的明显 是吧 RSI趋势线 这有一个接触点 两个接触点 三个接触点 目前呢 以太坊正在再次接近这条趋势线 当它向上突破的时候呢 所以说我有一部分仓位呢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是吧 我买的时候是因为昨天他有一条插针 插针了以后 我大概是在1780多的时候 可能大概这个位置是吧 那我现在还在等待着向上突破 当他向上突破了以后呢 我可能会在他的高点 1950左右卖一些 然后他如果能出到2000的话呢 我还会再卖一些 这是我短期之内用来炒的这个部分 是吧 都是拿来用小钱的 就是 画这条趋势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比特币呢也是类似 就是我刚才说过了 一条趋势线下来 然后呢 他正在远离趋势线 现在呢 他又像磁铁一样正在吸引RSI向上走 所以说最近呢 有可能比特币呢也会向上突破 是吧 但是现在目前来说价格是在接近 我谈派这个地方 而且还是在6万这个心理关口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是不会建议大家买入的 是吧 因为毕竟现在 BTC这个比特币呢 已经涨得比较高了 那他涨那么高了以后 如果你现在来买的话 而且在心理关口买的话 他之后确实还是有暴跌的可能性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不会建议大家去直接买比特币是吧 但是反观很多山寨币 在比特币向上爆发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很多的机会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doodle cake 这些现在都是被低估的 都是正在筑底的 是吧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这个CRV CRV仍然是我 中仓的一个山寨币 是吧 他是另外一个典型的 腰股爆发了以后 长期筑底模式 而且他筑底的时间非常的长 在加密货币里面算是比较长的 是吧 那现在他正在形成cup and handle pattern cup and handle pattern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说的几个常见的模式 好像是在这个5 还有这个4 是吧 几个常见的模式 cup and handle pattern 它形成了一个cup 然后呢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handle 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图形 如果它能够在将来突破这条颈线的话 就是价格能够突破这条颈线的话 它的目标价是吧 短期目标价是从这个连上来 然后往上放 短期的目标价呢 是要到6块多 是吧 所以从现在价格 基本上是要翻一翻 还要多一些 但是我认为它远远不止这个价格 不止这个价值 是吧 CRV的价值呢 我认为会在这个牛市超超过20块钱 因为它的基本面非常的好 是吧 从周线上来看的话 它只是刚刚开始往上走 还远着呢 是吧 一般来说 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卖呢 就RSI超过80里后 然后再往下掉 再再次回测80后才卖 是吧 现在它的RSI还离80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说CRV有很大很大的向上涨的空间 是吧 所以这是我一个长期 可以说是可以长期拿在手上的一个重仓的山寨币 好 下面大体提一下这个纳斯达克 是吧 纳斯达克跟这个特斯拉一样 正在试图形成一个everse head and shoulder 然后 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接触点 在RSI上 这个形成了一个第二个接触点 在这个地方 它有可能会在近期呢 继续在这个地方向下走一波 然后再接触 在线上走 是吧 形成第二个接触点 然后再向上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个inverse head and shoulder 成功了 那如果它突破了颈线 突破这条颈线 向上走的话呢 它就会回到高点 如果突破不了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继续待一段时间 是吧 这是我对这个纳斯达克的看法 它比那个道琼斯 还有比这个 S&P500呢 要弱得多 因为之前说过了这个S&P500 最强的是这个道琼斯 是吧 道琼斯呢 目前还是在这一条这个 Ascending wedge的上方 是吧 而这个S&P500呢 它这个之前已经掉下来过一次 我说过这是很有可能是一种 那个叫做boot trap 是吧 你买了以后呢 它上来可能创个新高 然后呢 之后它还会继续往下掉 然后再掉到下面去 这是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说大家近期要小心一点 这个股票市场 特别是这个S&P500 现在道琼斯呢 还是非常的强势 是吧 他在这个外局的上面 如果他能继续在上面待一段时间的话 他可能会继续往上走 是吧 但是呢 这三个指数一般来说 都是不能一个都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分化 所以一个往上走 一个往下走 可能性不大 是吧 我认为呢 近期来说震荡的可能性是比较高 就三大指数一起震荡 是吧 然后股票市场呢 也跟着一起震荡 但是 呃 建议大家最近要保持小心 是吧 特别是S&P500 很有可能 会在近期呢 呃 创了新高了以后再掉下来 是吧 如果掉下来才健康 是吧 他如果一直在这条 Ascending wedge里面向上走 反而是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往下掉一掉 然后呢 震荡一下 再往上走 才是比较健康的走法 是吧 那他会不会像上个月三月份那样 出现那样的往下一下掉 百分之三四十的可能 可能性很小 是吧 因为上次才到现在才一年的时间 你要在一年之内 重复出现两次如此类似的 这个股票走势是非常 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是吧 他可能往下掉个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他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震荡 是吧 再加上美联储这个印钱法 是吧 这个股票市场 他想那么容易掉下去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是吧 因为市场上到处都是钱 现在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KCS 是吧 这是我之前在局里面推荐过的 这个是也是我一个重仓的 加密货币 这个是库库的那个 native token 然后呢 现在他之前跑到了6块7块钱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大回调 回调之后 现在正在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ascending triangle 是吧 就是这条线是他的那个压力线 然后这条线呢 是在不断上涨的那个 那个high low是吧 这个低位每一个都比他的高 每比每一个都比他的低 上一个低位要高是吧 他低位在不断的向上走 然后高位呢 一直在这个地方是压力位 如果他能够突破这条压力位向上走的话呢 这个 kcs 可能会在短期内达到 再次上到他的高点 是吧 这个是他的目标价 可能会短期内呢 达到7块钱 大家稍微这个地方说一下 是吧 因为这个pattern是很重要的一个pattern 我在之前的这个 呃 几个 几个常见的这个 这个pattern里面 几个常见模式 形态里面都说过了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 如果他突破了几些向上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赚 呃 多少 现在买的话可以赚个50%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pattern 是吧 走得非常的好 好 大概在这说一下这个kcs 好 今天说的很多内容 呃 在这呢 把那个稍微总结一下 大家要赚大钱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好好看一下 这两个模式 别的你可以不认识 这两个模式一定要认识 然后又说了一个赚小钱的办法 就是用两条趋势线 一个RSI的趋势线 一个是价格的趋势线 然后通过精准的这个趋势线上的那个布局 你可以在短期内获得5%到20%左右的这个收益 是吧 这是我用来赚小钱的办法 然后在这补充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当这个这个两条趋势线来赚钱的办法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不建议大家在市场非常悲观的时候进行这种操作 相反的时候呢 你应该在整个市场比较乐观的时候来进行这个操作 什么样是市场乐观的时候呢 就是当大部分的这个股票或者说大部分的加密加密货币 山寨币都在涨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操作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特别是那些其他股票而其他加密货币都已经涨了 但是你的这个 RSI还没有突破或者RSI刚开始突破和价格还没有突破 如果其他的加密货币都已经涨了是吧 那你布局这个呢 可能性成功可能性就很大 因为大家都涨了 那这个将上涨的可能性呢 也会大大的增加是吧 所以说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可能刚才应该先说这个前提是吧 就是Broad Market 就是整个市场 很多股票或者很多加密货币都在向上涨 那你就可以布局一些 根据这个趋势线的这个办法来布局一些还没有突破的这个加密货币 那样的话呢 你赚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好 这就是这个视频中要跟大家说的内容 那喜欢我视频朋友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想加入我们群的朋友呢 可以加我在这个视频开头还有结尾的这个QR code 我可以把你们拉到群里面去 那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就在我们就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拜拜